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最近電域叛客 邊緣行者正在席捲大眾的視野 又順手乃了一手半死的惡靈七七 正巧今天搭順風來介紹這款 藥籤旅人 開發商是中國的二元遊戲 部分的核心成員是來自另一間龍泉風暴 就是那間開發新夢境連結R的公司 在蠻早期介紹雙生幻想的時候有提到過 而當初龍泉風暴的核心成員 出走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CEO在未告知的情況下 將其他成員手中的持股轉移 雖然後來經過司法的力量取回權益 但友情已遂迫近南緣 最終只能分道揚鑣 這也是告誡我們 即使再好的朋友 談論多少信念跟夢想 還是可能會因為利益蒙蔽雙眼 這點我也經歷過類似的經驗 能敢投身受 而目前兩間背後 都各自有騰訊跟B站大佬的扶持 相信未來還是能各顯千秋 遊戲為二次元的卡牌養成加放置玩法 在去年進行封測 而國際服也在今年的8月份左右上限 但我看了一下上個月的營收 約在500萬左右 好像也不是太好 但我看到負責海外的代理是Domo Games 也是本次負責台版一拳英雄之路的營運 那這樣也不太意外了 畢竟都把宣傳經費賭在大IP上了 如果當時交給騰訊的海外代理 Level Infinite 可能還可以大發一波 雖然這款的作品相對提量較小 是盡量不夠大 遠不如幻塔 Nikki 王者榮耀他們的聲勢浩大 但騰訊對於超能力的變現實力 還是很強的 而遊戲本身我覺得最好的畫面展示 就屬開頭這段 劇情先撇開不談 單舊角色的演出方面 是真的有吸引到我 策劃必須給美術跟建模下跪了 不只很抓玩家眼球 也看不到胖虎 但後面不知道是不是經費不夠 還是編劇白爛 劇情跟動畫演出的水準就直線下滑了 連語音都沒有了 人物講話都變成一段迷之電子音帶過 開始各種無意義式的流水障式對話 越讀越無畏 對比開頭的水準真的落差很大 我懷疑根本是不同的兩波人馬做的吧 總之之後是很值得擬得一箭跳過 而美術的整體畫風結合了大量的科幻 賽博龐克 像素風 跟人外元素 首先UI方面 可能是莫名的流行傳播吧 同時期總會有類似的作品 又是只有仿造手機畫風 但這次設計明顯比1%直覺很多 通關解鎖的功能也是採用下載APP 跟安裝的方式導入 可以說是還原的非常到位 整體操作也非常的直覺順滑 你無聊的時候還可以跟腳車對話 不過在桌面娘的設定中 這立繪跟Live2D的設定上並沒有差異 比較像是兩張不同的Live2D 不知道設計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那講到立繪方面 各種非人娘 像是礦物 怪獸 動物 昆蟲 機械等 包羅萬象 如果你總是對正經的美少女提不起勁 或許這次有機會打開你的內在取向 遊戲也算是細節怪了 升級不要你的經驗 要的是你的岔屁 也真的是老二次元了 且是可以無限重置角色的 一開始完全不怕戀歪 這點真的非常的友好 而扣除有本錢的廠商 靠買熱門IP版權來包韭菜 目前劍走偏封也是市場的新戰略了 如果端出的美術太過正常都很難勾到玩家 前有黑暗細筆圖 後有巨大化機娘 還有那個好久成翁底的1999 你到底是要出不出啊 而關卡的推進連結跟場景搭建上也很不錯 不同地區的風格差異很明顯 不過如果能在地面上增加些日常NPC 跟買點彩蛋的話就更好了 主要戰鬥玩法上結合了戰棋擺放 但缺乏了戰略性 同比類似近期要上架的掃錢雲圖計畫 略顯單保點 也是只能慣例開場前調整站位 後面就看AI表演 玩家無法參與戰鬥 雖然部分關卡有提供場地機關來增加變化性 但角色在戰鬥期間的移動其實蠻隨緣的 並無法有效的控制走向或者下戰鬥指令 而整體看似具有隨機性 其實還是偏向數值碾壓 在你都不動布局的情況下 只要稍微提升幾個角色的等級 就能輕鬆過關了 導致後來幾個關卡都是一鍵上陣無腦推了 蠻浪費原本可發展的戰棋百威機制 而遊戲中沒有靠體力卡進度 是靠光卡戰力來掐玩家 每次通關主線後都需要經歷好幾關的著景 來解鎖青地圖 需求的戰力會不斷提升 簡單來說就是請你放置去玩別的遊戲 等時間到了再來收菜生角色和戰力 十足十的放置遊戲 雖然初期有個肉割模式跟副本可以玩 但次數有限 也沒有各種硬性要凹你上線時間的每日作業 要乾的東西其實非常少 所以總體玩起來還是挺養生的 而作為放置卡牌遊戲來說 先不說市面上已經有太多款 主打美術亮眼但又玩法雷同的 近期又有一款召喚與合成2 這堪稱業界良心的作品來做比對 這波的公測登場時機並不算太好 結論 自古四四 藍兩拳 美術策劃異對立 這款就真的身在美術題材上 真的夠出眾 而放置遊戲雖然並非我的偏好 但確實還是有它的受眾 雖然玩法上略選可惜 但廠商如果後續能將戰略性或者劇情昇華 應該還是有一戰之力 可以期待一下未來的發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回答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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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